4月3号抢震重创花莲 为了振兴东半部的灾后观光 交通部宣布推出补助方案 旅客自由行最多补助1000元 团客入住花莲最高补助2万 入住台东则最高补助1.5万元 预计7月1号上路为期三个月时间 但是这方案曝光 许多花莲业者都炸锅 目前在花莲整个旅宿业跟公共产业 已经全部炸锅了 补助政策会把台东拿进去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错误 行政院只有把花莲列入灾区 所以说这个是灾区的救命钱 应该是要全力在集中火力制 来拯救花莲 因为这次的振兴范围涵盖花莲台东 让花莲业者相当担心 这一振兴会让游客全往台东跑 花莲的观光旅宿业者 真正能得到的实质帮助恐怕有限 这一次震灾之后 我们每天平均的住宿率大约3% 那我相信台东还有20%或是30%以上 这种几十倍以上的差距 对我们花莲业者的伤害真的是很大 根据业者统计数据 目前花莲4到6月的平均住房率 只有3到8% 质疑补助怎么会纳入台东 怒批观光署一意孤行 完全不听灾区的心声 我们的协商的内容 他们完全没有采纳 会先开记者会 甚至于在对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会让观光局来抗议 不过观光署说 花东是旅游生命共同体 而且台东也受影响 所以补助花莲占了三分之二 但是最终能不能真的成功抢救观光 还得看后续民众买不买单 这两期号陈一珍采访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